世界海峽兩岸知識大賽 30名優秀學生 在韓大陸學生大PK 我們一塊來看看 知識問答大作戰 中小老師只教算數 還不知道數字是誰發明的 對或錯 1 2 機會 只有3秒時間來考慮 發明阿拉伯數字的就是印度人 答對的大學生笑開懷 答錯的大學生面有難色 緊接著再迎接下一題 林武提知識考驗 必須全部答對才能晉級 結果400多個大學生 第一回合之前被淘汰了3分之2 場中只剩下一百多名學生 台灣民族類的問題我真的都不熟 就連續兩題都掰了 很可惜 很可惜 對 因為第三階段我都會 討懊勞刺激的比賽 回答機會只有一次 向這女學生選錯後悔再重選一次 一樣被請出場 最後公關斬將第三回合 剩下不到五六十個學生 真的兩岸隊考啊 不要都只考他們的 也要考一些我們的 不然的話我覺得就失去了這比賽的意義 我要讓他們看一下 其實台灣的學生 也是有一定的實力的 有信心為國爭光 舉辦10年的海峽兩岸知識大賽 最後會挑選出30名優秀的學生 到對岸和大陸打學生PK 用頭腦還有智慧做另類交流 準明新聞 劉章坤 任一方 台北報告